而另一方面 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在今天中午是拜会了国民党立法院党团 就接下来的议题对接跟立委选举来交换意见 会中侯友宜三度鞠躬致谢 也表示这几天让大家很忧心 强调自己会更认真 而值得注意的是 力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立委陈玉珍也现身 跟侯友宜握手长达十多秒互动热络 反倒是因为黑金争议传出跟侯友心结的立委傅昆奇 额银石请假 办公室解释说是因为有重要会议要开 三度向在场国民党立委鞠躬 除了致谢也说声拍謝 这几天我相信让大家很忧心 因为担心我完全可以领略到 所以跟大家说一句 拍謝我给你合法拼 侯友宜韩理法院党团便当会 目的是就接下来议题对接 韩理委选举交换意见 先和立委们一一握手寒暄 看到先前力挺郭董 这回特地从金门赶回来的陈玉珍 侯友宜这手当然得握得久一点 营造近视前嫌氛围 跟侯市长鼓励一下 我们还是有非常大的团结的可能性 挺郭立委看似归队 但有一人临时请假没出现 市场副委员今天怎么没有出席啊 为何缺席 傅昆吉办公室只表示有重要会议 要米平党内分裂杂音 挥别提名争议 党主席朱立伦喊话党内别中计 民进党的三大傲部 第一个是不断见缝插针 或者是故意制造这样的谣言 喊这种所谓的换猴论 传出郭董九月要申请回国民党主席 为共同理想打拼的都欢迎加入国民党 和友宜到立院朱立伦则到北市议会开党团大会 总教练和最强母鸡分进合集 但口中不论是整合泛兰的郭董 还是团结非绿 看来都还有大段路要走 将被友人来台报导